在这个地方 第三方面 就是在讲到复活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第二章 十六到二十三节 因为我们把复活看作是 自我在活过来的奇迹 很多人就以为 必须要有自己努力 来换取这样的一个复活的恩典 其实保罗在这里特别指出 今天我们复活 我们是因为在基督里 与主一同复活 已经复活了 关键以后不是说 怎么样用一些条件来换取复活 而是我们要怎么样豁出 我们真正复活的生命 第十六到二十三节 我们一同来念一下 一同来念一下 所以不居在饮食上 各接起 月书 安息日 我们要想找到一个彩虹的阻症 去祝福 或 בט奥 我有没有想像 backstage 你配上 陆 因为 我们是在阻挡的 发生 我们也是在阻挡的 移动 天啊 Trainer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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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对 我刚才已经讲 这一段话基本上就是 插在哥罗西书两次讲 你们就在此与耶稣一同复活 后面又说 你们若争与基督一同复活 中间插进的这段话 其实保罗的意思就是 今天你们要想用一种传统 律法 文化 自己个人的功德 努力 要来换取这一个复活 你们就走偏了路 这个复活是怎么得的 那就是因为在基督里 与主一同得的 我在猜想 当时哥罗西教会里面 必然有些人 他们也就是认为 今天你要信耶稣 你要得救 那就是靠着耶稣 那没有错 信了耶稣以后 将来你要想复活 与耶稣一同做王吗 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 你要想被提吗 他们也是在等候被提 那你就得要靠着律法的规条 这就是跟安息日会的观点完全一样 安息日会也是 他们就认为我们这些不守安息日的人 将来下地狱大概不会 但是你要想进天国 那不可能 你要进天国 你的守安息日 我相信在当时 哥罗西有这样的人 然后另外有一些人 那他就是认为 你将来要进天国 你今天你必须在这个很多文化知识 很多方面 你需要不断的加深 因为受希腊哲学影响的 你越有学问知识 越有智慧 就越靠近光明 所以这样才可能进天国 然后也有些人认为 那需要敬拜天使 也有些人认为需要刻苦己身 那就是现在有些修道事 还是在这么做 他们今天所追求的 也就是将来可以在天上 得主赏识 可以进天国 那今天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说 我们明白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不是靠着这一些 不是靠着这一些 保罗到了第三章里面 就告诉我们要靠什么 要靠我们脱去旧人 串上新人 就第三章后面有讲 而脱去旧人 穿上新人 都有很具体的内容 这些内容 真是哥罗西书里面 主要的关键的内容 也就是保罗说的 今天你要追求丰盛 你继续需要在基督里 而不是靠你自己的知识学问 自己想的一些方法 那么保罗说 要继续在基督里 今天弟兄姊妹 有的时候我们常听到 弟兄姊妹 有些人讲道也要什么也好 也都有那么一些说法 但是说到最后 什么叫做在基督里 只要我信耶稣 我就在基督里 那确实是如此 但是这是不够的 今天我们在信了耶稣以后 我们还需要在实际上 保持在基督里 保罗在这里给我们 哥罗西书里面 给我们提出来 那就是托去救人 穿上新人 当然我们说 这不是唯一的一个 继续在基督里的内容 新约书信里面 还有好多其他的书信 这方面的教导 可能从不同的角度 彼得前后书也是讲这个内容 但是彼得前后书的里面 彼得是从不同的角度 那不同的角度 内容是一个 昨天我也教弟兄姊妹 有念过彼得后书 有了信心 还要加上 你不加上什么 不加上什么 有信心 可能你觉得 将来我可以到主面前 没问题了 但是今天 我们的目标 耶稣的目标不是要叫你 到主面前就够 要完完全全到主面前 所以昨天我有一个 比较形象的跟大家 当然我们说将来 真的情形不是这样 就好像将来我们缺一条手 一条腿 到了耶稣面前 也到耶稣面前 那不完全 在那时候你要想 哎呀 我现在糟了 不完全怎么办 赶快要补完全 补不了了 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 现在真是 我们准备 完完全全 到主面前 那么怎么能够 完完全全 所以 不同的 新约圣经里面的书信 有不同的一些教导 今天对我们来说 这些教导 都是我们要学的 都是我们要认识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 关于复活 我特别在这里 给弟兄姊妹 就是说 开阔一下 我们要明白 什么叫复活 复活并不是 我们 这个 从死里活过来 我们就是想 这一件内容 从死里活过来 那可能将来 我们身体改变 有这么一个 复活的内容 但是 从福音真理来说 复活更重要 与主一同复活 这一个复活的意义 脱离死全 所以我们的主耶稣 在 哥罗西书第一章 介绍这一位基督的时候 其中的一句话 很重要 是出离死的守身 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的主耶稣 他也是元首 他是师 他是居守卫的 这方面 他居守卫 我们都很喜欢 为什么呢 他领路 把我们从阴间带出来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要记得 凡事上居守卫 有一些事情 我们自己喜欢的 我们想居守卫的 也不行 也得让主居守卫 那这就是复活的 真正的意义 那么这也是我们 简单先把复活讲一下 因为这样讲了 弟兄姊妹 再看哥罗西书 你会比较容易明白 我们再谈一个问题 那就是生和死的问题 在这里特别 我们都知道第三章 里面有一句话 第三节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这个话很多 可能弟兄姊妹不很喜欢 但是我们说 这却是事实 不但是事实 而且非常重要的事实 保罗在这里不但是告诉我们 已经死了 而且还告诉我们 如果你还没死透 你的赶快努力去死 就是这个意思 整个第三章就是告诉我们 你们已经死了 但是很可能我们中间有些人 你没有死 虽然你信了耶稣 你还不愿意死 或者你有死 死了一点 没有死透 所以保罗就要说了 赶快去死 要死透 当然没有这话 但你看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要自死 就你们要努力 你还没死吗 你要自死自己 所以我们说已经死了 今天弟兄姊妹 到底我们信耶稣是得生还是得死 当然我这个死退一后面加一个括号 599 等一下我会要跟弟兄姊妹谈 另外还有一个死 这个死 那不是好事 我们不要的 599那个死没什么了不起 因为这只是我们信耶稣的人也会有的 希伯来书第九章有告诉我们 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 就是这个死 今天弟兄姊妹 我们说这个死没有什么可怕 只是我们需要考虑到 我们是欢欢喜喜的这样的死 还是羞羞愧愧的死 这个欢欢喜喜并不是指着我们家人感情上 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就如果死了 不是说不能哭 我知道有些地方他们有些过激 偏了 不可以哭 亲人死了只能笑 我想这个也没道理 对不对 今天我们总是有感情的 对不对 我们哭并不代表我们没有盼望 但是今天确实我们死并不是绝望 那么到底我们信了耶稣是得生还是得死呢 我们说其实答案是两者都是 即使死了也是生 我们是重生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 我们信耶稣也就是像保罗在这里说 你们已经死了 第三节我想我们不需要念了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这就是其实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从以分所书里面所讲的 就是你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我们说以分所书跟哥罗西书 其实因为当时保罗是同时写的 当然写的时候是有先后了 同一个时期写的 而保罗在写的时候 对哥罗西他是针对了哥罗西教会的问题 对以分所教会 保罗多数是从真理的正面在做教导 所以他告诉以分所的信徒 你们已经坐在天上了 怎么能坐在天上了 你不要因此就觉得 我现在已经在天上坐王了 今天我们是因为在基督里 所以我们是与主一同在天上 但是这是指着我们属灵的地位 指着我们生命与主联合的意义 真实的我们今天还活在地上 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 我们又有另一个要求 那就是你在地上 你就必须看自己如同一时 从前我们中国封建吧 这个有一个名词叫 魏王人 你们有听说过吗 这个年轻的可能没有听说过 年纪大一点的都知道 什么样的人叫魏王人 就是说丈夫死了 从前其实我们说 男人就不叫魏王人了 这个就是不公平 但是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这个名词很有意思 什么叫魏王人 就是说我虽然还活着 但如同已死 对不对 我的欢乐 我的盼望 已经都没有了 所以实际上我今天虽然活着 就好像已经死掉一样 今天当然我们说 这个社会上我们不再用这个名词 因为这个确实是带有一定的封建的色彩 舒服那些妇女 但是我们说这个名词用在我们今天的 这个地位和处境 我觉得还有一定的意思 现在我们活在地上 我们应当记得 我们是什么 魏王人 你知道吗 虽然我们还活着 但是应当看自己如同一世 今天我们应当认识 我们在地上实际上已经死了 那为什么还不死 第一个 神定命的时间还没到 第二个 死命没完成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些角度来明白 但是从我个人的追求 爱好 今天我们应当明白 我们已经死了 对一个死了的人 这些不应该再是你追求留恋的 我们已经是在天上 当然今天 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说 我们还活在地上 神还没有把我们截走 我们在这个地上 不管是你念书的 工作的 你都应当要尽上自己该尽的本货 你这样的努力去念书做工 都没有错了 因为神要叫你留在地上 但是当然我们人生的目的 现在就不再是为我们自己 而是要为着我们的主 我们的使命 今天那就是要为主传福音 做主的工作 今天我们还留在地上 地上的一切 对我们来说 不再有吸引力 因为我是为亡人 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 我们今天要做到的就是这样 那么有些人我们说 虽然信了耶稣 他没有那个为亡人的心态 那么这个保罗在接下来就说 所以要制使你们的自己 对不对 就是说你得要做一个为亡人 你没有死 要赶快死 没有死透 要让他死透 今天弟兄姊妹 我在这里说 绝对没有意思 我已经死 弟弟我也是一样 我知道在地位上 我们都死了 在实际上 我们都不断地想活过来 这个活过来 不是圣经里讲的复活了 复活是出离死 我们这个活过来是什么 要想回到死 对不对 要回到死 所以这个道理 今天弟兄姊妹 在圣经里面 那个生和死的意义 用我们这个社会上的理解 是不是有一点辩证的 对不对 是很有道理的 真的我自己思想圣经里面的 这些关于生和死 我再去看其他的宗教也好 我们说哲学 我们中国人的哲学 从此更是干脆地讲 这个不自生 厌自死 这个生死 根本他就不知道 活到哪里是哪里 任何其他的宗教 讲生讲死 都是完全各类的 只有圣经里面 讲那个生和死 它是辩证 不同的角度 我们今天信耶稣 我们既是得生 也是得死 同时发生在我们身上 不同方面的反应 这里面我想 我们对于什么叫死 我再给弟兄姊妹 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 这个死是指五九九 我再说我们圣经里面 关于死有两个字 这一个死是指着五九九 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 那么我在这里用这些圣经 当然都是 他是用五九九的那个死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 二十四节 我们一同来念 我告诉你们 对 我想弟兄姊妹 这些圣经 大家都熟悉 我可以说 我信了耶稣以后 对死和生的认识 思考了很多时间 怎么会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呢 那就是好多年前 那说现在要说起来 应该可能有三十年 好多年前 那时候我在农村一个地方 也是去领聚会 那么在休息的时候 有一个姊妹来过来 就问我这些圣经 她就问我 她说这些圣经应该怎么来理解 她看了这些圣经 指出这些圣经以后 我看了一下 我就觉得 这些圣经不是很好理解 对不对 一粒麦子落在地里 死了 她接受许多子力了 耶稣为我们舍命 那我们说 她就做成救恩 拯救许多人 而我们今天也应当 要布 耶稣的脚踪 我讲了一下以后 她就跟我说 不是这个意思 她跟我说 她说 一粒麦子如果是死的 是接不出子力的 她跟我说 你就指定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可能我们城市人不懂 农村的人就懂了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 种子它有生命的 死的麦子能不能接啊 死的麦子是接不出来了 她说 这个麦子怎么能死掉呢 不能死 她跟我说 那是不是证经错了 当然圣经不会错 问题是我们 某一方面的理解错了 那个姊妹讲的也没错 她种地的 她很有经验 她知道 如果是死的种子 你种下去 那都白种了 长不出来的 这个她比我懂得多 这时候 神忽然就让我开始明白了 圣经里面讲的那个死 不是我们理解的生命的宗旨 其实我们也都知道 一粒麦子种下去 我们说她死了 接出子力来 在这个过程中间 她有没有死过啊 没有死过 她这个中间只是一种生命的转换 从这个时候开始 我开始就思想这个问题 我就明白了 今天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什么叫死 那个五九九的死 生命转换 它不是生命完结 终止的代名词 今天我们说 圣经对死的解释 是生命的转换 并不是死是使生命消失 而是使生命进入 另一个境界 对我们信主来说 信主主的人来说 生命我们是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 对一个不信的人来说 他的生命是进入了一个绝望的境界 那么这个呢 等一下我还会跟弟兄姊妹要谈到另一个死 那时候大家就知道了 为什么一个不信的人 他五九九的那一个身体死 会让他进到一个绝望的境界 当信徒在地上死了 也就是活到主那里去了 这是一个生命的转换 不信的人死了 也是等候末日的审判 并不是完结 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 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 神当初跟亚当说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结果亚当吃了 那个分别三二树的果子 死了没有 死了没有 没有死 那耶稣神的话 只是空话 瞎瞎他 死了 吃的日子就是死了 有的人觉得 那不是亚当还活了九百多年了 对不对 比我们的寿命长了好多好多倍 弟兄姊妹我们说 神警告他的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不是那个五九九 而是另一个死 另一个死的编号是二二八八 亚当吃的那一日 那个二二八八的死 就跟他 结上了关系 也就是 从此以后 人在这一个死权之下 这个二二八八的死 是魔鬼害我们的 五九九的死 是神定命 亚当还活了九百多年 然后才有五九九的死 二二八八这个是他吃果子的那一天 这一个死就临到不但是他 而且临到所有他的后利 今天我们每一个亚当的后代 我们生下来为什么说生在罪中 就是因为我们 不但是有神定命的那个死 今天我们说这个死 我们生下来的时候还没死 要等到我们人生最后 可能我们活个一百年啊 多少年才会死掉 但是你生下来 那个二二八八的死 就是跟着你 不离开的 一直要到什么时候 二二八八的死才能够得到解决 你信耶稣的时候 你处理死亡 这一个死亡 二二八八 我们信了耶稣就没有二二八八的死 但是我们还会有五九九的死 所以你不要以为 耶稣不是说我们信的人就永远不见死 怎么信徒还要死呢 五九九的死我们都会经历 但是这并不可怕 因为五九九的死是什么 生命转换 当你多想想这些内容 你对于死不会那么怕了 因为当我们想到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不是生命完了 我们生命转换 而且我们的转换大有盼望 尽管我们暂时没有身体 但是我们的灵魂直接到耶稣那里去了 这是我们的信心 这是真实的 这是我们相信的内容 对不对 我们也是这么讲 但是你是不是真的这么信呢 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信心 身体 当耶稣跟那一个强盗说 今日你要和我一通在乐园里 我们都知道那一天 强盗的尸体 跟耶稣的那个尸体 都在地上 但是我们知道强盗的灵魂跟了耶稣 在乐园里 当然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 他既在乐园又在天上 那么然后我们说 他复活了又在地上向蒙徒显现 因为他无所不在 所以像这些当我们多思想 我们就明白了 神跟亚当讲的话 你不要以为是空话 瞎瞎他的 结果他到不死还活九百多年 他吃了那日就死了 所以我们说 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 会讲得比较清楚 这就如罪 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 只是死就临到众人 死为一人都犯了罪 对 弟兄姊妹 我们说 罪从一人入了世界 这个一人都知道 我们的老祖宗亚当 对不对 然后我们说 死就是从罪来的 这一个死二二八八 不是五九九 这一个死就是从罪来的 亚当犯罪 这个死就临到他 所以神有没有讲错 没有讲错 你吃的日子 必定死 什么时候吃 你什么时候就死了 你还活着 那是你的肉身活着 在那时候 你的灵魂死掉了 没有盼望 那么常常有些人就问 亚当得救不得救 对不对 当然这不是圣经里面的题目 其实没有必要回答 但是原则一样 亚当如果在他 接下来活的九百年里面 他有悔改 那么可能他是能够得救 不能悔改 没有悔改 当然那个二二八八的死 怎么能够得到解决 当然我在说 亚当的下场怎么样 我们不要去研究他 圣经里面没有明确的回答 我们就不要乱猜 有些人就说 喜欢就把这个 当做真理一样的在说 可以当做 茶余饭后的谈谈可以 你要当真理 这种题目 我觉得就不合适 就不合适 那么这也是我们 对于死第一个 大家记住 什么叫做死 五九九的死 生命转换 第二个 在圣经里面 对于死还有一个解释 罗马书第七章 第二节 罗马书第七章 第二节我们一通来念 就如女人有了丈夫 丈夫还活着 就被律法约束 丈夫若死了 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 好 我们就念到这里 在这里 对于死又有一个解释 这是罗马书里面 在解释福音救恩的时候 他也是用到了 这个死的意义 这个死的意义是什么 那就是得到解脱 一个妇女 其实我们说 不光是妇女 今天男人 今天男人也是一样 我们都知道 结婚是一个约 男女双方 在神面前立约 这个约 今天我们跟世界上的人 对于婚姻的观念 应该不一样 世界上的人 把男女之间的婚姻 看作只是感情上 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的结合 那么如果没有感情了 就没有责任 但是我们要记得 我们是在神面前立约 立了约了 有责任 是很可能 结了婚了 彼此之间的感情不好 那你不能因为感情不好 照世界上的人 没有感情就离婚 西方的文化就是 没有爱情 还是什么婚姻啊 他们是公开就这么讲 但是我们不同 弟兄姊妹实际上 不应该有这样的看法 西方可能有些信徒 都是这么看 所以他们的离婚很随便 因为没有爱情 他们认为 就不存在结婚的那一个 这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说 就可以解除 那就是离婚 但是我们说 我们今天信主的人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把结婚是看作一个婚约 今天你是在神面前立了约了 所以在这里说 除非有一方死掉 要不然这个约不能解除 在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 只有死 可以解除这个关系 我们现在不讲婚姻 我们现在要讲到那一个 我们今天 在你们已经死了 保罗在这里讲的那个死 得到解脱 从哪里得解脱 信了耶稣以后 我们死了 就是在罪里面 原来死在罪里面的 现在我们向罪怎么样 就是死了 罪跟我们之间的那一个关系 就解脱了 按照这里面的比方 那就是罪已经死了 其实保罗也有说 对世界而论 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 对我而论 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 两方都是死 但是今天我们要明白 罪 世界 这个世界 我再说 是你的内心世界 就是你的肉体情欲的这一方面 不是这个物质 今天我们说 你那个肉体的情欲的这些世界 内心世界 罪恶的内心世界 已经死了 所以对你来说 你应当从那一些枷锁里面得到解脱 我们信耶稣之前 我们是在罪恶的枷锁之下 但是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得到解脱 所以我在这里说 死的另一个意义 这是得到解脱的途径 过去我们是活在各样罪恶中 如今因信主就应当死了 也就是从这些罪恶瞎之中 得到解脱 那么我想我们看一下 各罗西书第三章 在这个地方 我们这样看了以后 我们等到再具体的来看 各罗西书的内容 我们就很容易就能够明白 我们一起来念第七第八节 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 也曾这样行过 但现在你们要积决这一切的事 对 我们就念到这里 今天就只没有我们说 过去你们是活在这些事里面 现在要死 而这些事死 你们也就得到解脱 就是要解脱 从这些事情里面 清觉这些事 其实就是解脱出来 在地位上 我们信主以后呢 已经死了 这个我们要记得 但是实际上 我们还需要努力去死 活出具体脱离最右瞎子的见证 那么这就是接下来 这个第三章后面所讲 所以第三章 保罗在第三章的第五节 第一句话就是什么 所以要怎么样 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自己 你们已经死了 但是有些人没有真正的事 还不肯死 要死 这个死 那就是脱离罪恶的下制 不要再做罪的奴仆 罗马书里面讲 我们不要再做罪的奴仆 我们应当按照人的常话 要做义的奴仆 这就是这里的这一个意思 我们再来看 第一章 哥罗西书的第一章 第二十二节 我们一同来念 但如今 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 叫你们与自己和好 都成了圣洁 没有瑕疵 无口择备 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 对 在这里又有一个死 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 今天你有之妹 我们说 这个受啊 我个人我查了一下 确实 当然受也可以这么翻译 但是从真理的意义上来说 我喜欢用经过 经过比较好 因为受死的话 会使人错以为我们的主耶稣 争的死掉 但在这个地方 弟兄姊妹 我们说 他所讲的那个死 又不是我们生理的死 这个地方的那个死 他用的是二二八八 二八八这个字是什么 二八八这个字的意思 跟灭亡是连在一起 对于我们来说 人原来 神没有那一个二二八八的死 安排给人 二二八八这个死 神是为魔鬼预备 那么我们说 人怎么也会跟二二八八有关系呢 就是因为亚当犯了罪 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 二二八八就开始 抓住人不放 每一个人在没有信耶稣的时候 都给二二八八抓住 用我们这个灵界的 那样的一个说法 那就是每一个人 都被关在魔鬼的监牢里面 阴间 那就是二二八八那个地方 等候将来 因为我们都知道 其实弟兄姊妹 我顺便说 大家不要以为将来审判 那一些不信耶稣的人 是神要把他一个一个丢到阴间去 不是的 我们看将来被丢到火湖去的 丢到火湖去 不是的 没有 不是神把他丢到火湖的 将来被丢到火湖的 除了魔鬼兽养角兽 还有就是 阴间和死亡 那些不肯离开阴间的人 阴间被丢进去的时候 神无法救他 对不对啊 今天就这么 我们说我们原来在阴间的 所以赶快出来 感谢神我们出来了 耶稣领路 我们领出来了 那一些拒绝耶稣领路的 留在阴间 我们说这些人 到阴间丢到火湖去的时候 这些人就无法免 所以今天我们的神还在宽容 就是宽容阴间里的人 赶快出来吧 什么时候审判魔鬼 丢到火湖去了 阴间死亡 也丢到火湖 因为这是他们神所定的地方 阴间被丢进去 你何必做一个寻道者 牺牲品 当然这个寻道是寻魔鬼的道 今天就准备 赶快出来 对不对 感谢神我们出来了 这里基督肉身 所以经过死 就经过那个二二八八 这确实是指生命最终的结局 其实我们讲的更形象 魔鬼死权所在 那耶稣 希伯来书刚才我们已经念过了 去败坏魔鬼所长的死权 必须要去到这个死地 那是真实的死亡 就是灭亡 是从罪而来的灭亡 刚才我们念的罗马书 第五章第十二节 死就是从罪来的 那就是这个死 二二八八 他在罪人身上的全尸 那就是阴间 凡在罪权下的人 都被魔鬼拘禁在那里 等候最终和他一同灭亡 不是消死 是和他一同灭亡 魔鬼今天的诡计就是 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 所以他就要害人 他害不了神 就害人 把人关在阴间 将来做他的这个牺牲品 今天我们说 基督在做成救恩的时候 是为我们肉身经过死 借着肉身定在十字架上 他去到死地 所以并不是真正我们说 受死是变了死掉 因为彼得在使徒行传 很清楚已经说过 他不能被死拘禁 就是那个二二八八 耶稣不能被死拘禁了 而这里讲到的受死 就有一点 那个受用的不合适 所以我喜欢用经过 耶稣为我们肉身经过死 他愿他自己 他并不能被死拘禁 使徒行传二章二十四节 大家知道 他是为我们才去到应见 为要把我们从魔鬼的拘禁下 怎么样释放出来 那就是希伯来书第二章 十四到十五节 我们也都念过 通过这几处圣经 弟兄姊妹 你委屈自己再好好想一想 你对什么叫复活 什么叫死 什么叫生 你就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 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 对不起 比较完整的概念